这是中国方面对美国的指控的第三次升级 最早是停留在社交媒体上的阴谋论 是由中共的大外宣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指挥 在社交媒体上散布说这个是美国的细菌战 美国的生化武器 源头不在中国 在美国 如果这还是社交媒体上的阴谋论 作为中共政权维护它统治的一部分 那么到了第二阶段 就是中共的御用专家所谓院士钟来山 公开散布说瘟疫发生在中国 但源头不一定在中国 他没有暗示说是谁 但是就指向了境外 那么这次这位外交部发言人的赵立坚 公开出来说这个话 是第三次升级 升级到了这个政府层面 而赵立坚不是一般的身份 他是新任的外交部发言人 是战狼式的发言人 那么他用推特的方式发 这个推特的方式是可以证实的 但是他的身份是证实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还有更进一步的升级 升级到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的指控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等于中国向美国宣战 这等同于大清末年了 十系太后对八国或者十一国宣战 所以这个姿态是非常明确